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追捕吸血鬼来到中国 画面再转到酒店 男主登场 受一户人家的委托去给一位女子驱魔 但是中国的法术根本奈何不了这个被恶魔缠身的女子 于是女子一下子把男主和胖子踹出了门外 就在两人狼狈地爬起来的时候 驱魔人家族的大哥坦丁出现 念了几句英文恶魔就被打跑了 还为女子找回了魂魄 着实打了男主的脸 因为当时最火的一款交友软件派派里出现了伏魔家族 于是男主的毛山巴人气急剧下降 就在男主雪上加霜的时候 来了一单生意 是一位叫林峰的男子 男主见到本尊后 林峰就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在一个多月前 自己开车回家的时候 遇到一位女子被劫持 本来想解救她 但是因为自己的懦弱就离开了 之后还受到过好几次劫匪的恐吓 后来警察找到林峰说 女子记住了自己的车牌号 求自己替女子作证 但是林峰因为自己的家庭不想被毁 所以就没有去 但是没过几天后 那女子居然上吊自杀了 随后还变成鬼 杀了两个劫匪 再后来的几次 林峰在睡觉醒来的时候 自己就会在那个女子自杀的地方 男主听了后说 这女子怨气非常重 那晚本可以杀掉林峰 但是并没有下手 男主以为自己的道行不够 把林峰介绍给了坦丁 随后坦丁接了单 在树林查看的时候 发现西方的法术 根本奈何不了女鬼 就在林峰被女鬼差点杀死的时候 男主出现救下了林峰 在坦丁面前耍帅了一回 随后 男主正准备收了女鬼的时候 林峰上前跪下 祈求女鬼的原谅 女鬼也就轻易地原谅了她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这件事结束后 男主被坦丁叫到了自己的工作室 向男主介绍了吸血鬼的由来 后来 魏美出去买东西 被吸血鬼大boss抓去 到了晚上 这大boss才把坦丁等人叫来 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战斗 鬼叔本以为 这个吸血鬼的大boss能有多厉害 没想到这大boss 被坦丁用刀一次就挂了 大哥 你是来搞笑的吗 后来大批吸血鬼冲出 五人被逼上天台 就在准备和吸血鬼决一死战的时候 一个机器人出现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不是附魔军团吗 怎么会有机器人呢 然后男主从计程车上惊醒 原来只是一个梦 在梦里还把司机打了一顿 这梦做的 差点要了司机的命呀 然后呢 这结局就是 男主和坦丁在一条路口相遇 但是似乎并不认识 这结局什么鬼呀 完全看不懂啊 如果有知道结局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 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 我们下集再见 请热